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陈林先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3年兔年就要来了 那么如何的迎春接望福 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密码可以告诉我们 以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周 这个世界杯梅西风神 那么陈林先生今天也会用他的八字 来给大家揭秘一下接下来他的命运 那么首先还是要来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是江西都昌派第16代风水传人 传承明朝国师徐东风所创立的都昌派的风水 那么是国际的著名的奇门遁甲 还有东方策略学专家 他同小八字四柱 紫威六摇 梅花 奇门 太乙术 风水学 姓名学 品牌学等等 陈林先生也曾经担任台湾前总统 马英九竞选总部首席的国策顾问 也曾经与美国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合作 研究开发出曼陀罗的风水建筑体系 也获得过居家吉祥风水创意设计领跑者的称号 首先来欢迎陈林先生 陈林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首先还是祝陈林先生这个圣诞快乐 今天是平安夜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平平安安 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来年当中 可以更加的这个美满 那么当然这个我相信陈林先生 也会带给大家很多 有关如何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密码 好 然后首先来跟陈林先生聊聊世界杯吧 因为这个世界杯呢 其实我也有看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因为要工作 所以呢基本上他的这个比赛的时间都是在我的工作时间 那么也就是有时候这个有一点空闲 瞄两眼 然后但是最终的那场决赛呢 确实非常这个精彩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梅西也是率领阿根廷是战胜了法国 然后获得了大力审碑 算是他的一个圆满的落幕 那么同样的也让阿根廷获得了这个36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力审碑 那么我想请这个陈林先生能不能从八字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今年已经是35岁的梅西了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成就 是不是他的这个八字已经预示了今天 是的 这个世界杯啊 我们刚刚过 很多人都很疯狂 对 那今天这个节目还有意义的 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 圣诞快乐 那这个节目呢 我想有一点点的这个意义的是 我们中国的足球 很多人都说不行 对 那我们来看看 最近我就看一下 这些所有的 我分析了一下 这从梅西开始 等一下我们一直来分析这几个 这个非常的有名的足球 这个明星 他的八字有什么特点的 经过分析以后 哎呦让我突然一下领悟的一个道理了 里面有一个 有密码 对 有一个神奇的密码 那我也给大家公布 那将来有可能 对于我们中国选出像 能够出像一个这样的球星 那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也可以有个参考 对有个参考 基础球是 实际上就是明星了 当然 图球这个行业 其实就是明星在引导的整个团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梅西的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看完不看梅西的八字 看完以后我就吓一跳 我们讲说这个 八字就是我们的人生旅途 就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个旅途 那他出生的这个 这个八一个字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车子的配置 那他走的那个运 我们来了解一下 假木 日元是假木的人 我们以前谈过 我们以前谈过有一个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是假木的人 对 所以假木就像国家之栋梁啊 这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你看整个梅西村村住了一个这个阿根提亚 阿根提整个的国家的疯狂 这个假木 那我们来看呢 假木的 发现这个八字呢 在古代啊 有一个很 就是在古书上的有 我们讲的这个算这个八字的方法 一共有叫十神 通过这个十神来演化整个的这个家庭啊 事业 就是我们在这个旅途中发生的事啊 他有这个叫正神跟偏神 那正神有什么正观正应十神啊 啊 这个正应啊啊 啊 然后呢 那偏神里面就我们讲的叫做 我们讲的 哎 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叫做节财 还有三观 嗯 啊 七杀 这听这个名词不是不好吗 是不是 对对对 对 你们叫节财里面洗出来 节财一听这个节财就不好 对不对 对 可是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密码 哦 既然在足球的这些 运动明星之中 节财是他的成功的密码 哦 成功的密码 成功的密码就在这里 对对 那这个节财 我们大家都说 节财 谁不喜欢节财 对不对 那 节财如果在地之中出现 只要在地之中出现 他的节财 就代表叫羊润 羊润是什么的 就是带刀 就是一把刀 那我们在中国古代就不喜欢这样羊润 羊润代表有煞气 有煞气 可是呢 通过我对这些明星的分析呢 发现了 带羊润才能够这个冲锋陷阵 对不对 带刀才能够封疆 封疆鶴利 对不对 还有一个节财 节财 节财重的人 特别是在地之中出现 叫羊润的人 他的专注力特别之强大 所以说 什么叫天财 除了他的天赋以外 天赋 等一下我们来讲天赋 就是说 节财 节财在地之中 我们就把它称叫 因为什么叫节财呢 就是对于这个天赋来讲 是叫帝旺 帝旺就是达到了顶峰 皇帝的能量 叫帝旺 所以 你看下面都会出现 这个能量叫帝旺 所以你看 梅西的节财在哪里呢 甲木的节财是某木 某木 那这个某呢 这是帝旺 而帝旺呢 在他粘注 粘注就是他 前世留下的密码 他带下的DNA 他就带了这种节财的帝旺的运 也就带了洋润的这个力量 这是梅西的一个特色 第二点呢 帝旺的人呢 有一个带洋润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任性 就是坚韧不拔 不打目标 不会罢休 这是一个 而且他只专注在自己的领域 别的他就根本就没有了 就专注在一个点上 所以就是 这座有一个明星呢 他必须具备的一个特点 好 这是一个他的 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个叫节财星 正好出现在他的年的支出现了 粘注出现了 就帝旺 好 这梅西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要叫做三观 我们也是偏意 三观就是他的运动天赋 那梅西出现两个 一个石神跟三观都通干 通出来了 就代表他的智慧很厉害 有他的非常强大的天赋 所以说 梅西他每次要进球 他做一个动作 是两手指的天 对 实际上他就是在 高兴的祷告他的 应该是外婆 我们叫外婆 就在十几岁的 十三岁的时候 别人都认为他是猪 因为他得了这个病 所以没想到他就是因为没有 他的外婆一直坚持他要祈求 然后造就了这代明星 所以说你看 这个八字的厉害再来于 他的天赋又存在着 就叫石伤 石神和三观都具备了 然后他又带一把刀 这个刀就叫做劫财心 也就是帝旺之心 你看他厉害不厉害 也就是他的配置 决定的这个人 就是将来成为这个明星的 足球明星的 这是绝对的配置 第一 第二个他又属于甲木 他就是属于国家之栋梁 好 一个车子的配置很好 像法拉利亚的 还有他走的路好 才能够成功 对 那对于这个五火来讲 五火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的四季感觉 五火就是夏天 夏天是不是很热 对不对 要水 对不对 那水跟木相生 因为它是属于甲木 就是参天大树的木头 那当然要水跟木相生 这个树才能长得高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发现了 他17岁开始走甲木 17岁到26岁 当然城里面是属于师徒 那不是非常强大的明显的水墓 但是已经出现水墓了 可是最厉害的就是27岁到36岁 这个时间点 鬼某就是像我们鬼某 就是我们明年叫鬼某年 今年叫仁营年 仁营年也是水跟木炭 全都是水墓 到37岁到46岁也是水墓 走了这么强大的好运 10年大运20年大运都占到了 也就是说种种他走了30年 要到46岁要走到30年的大运 这第一 第二点 他的八字的配置是顶级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他的大运又是顶级的 第三个流年 就今年的流年 就是鬼某年 又是水不相生的 所以大运 八字 流年 全部都是最高配置 所以为什么梅西能够带领阿根廷得贯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我们讲说他的八字 这就是老天主注定的 好 了解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八字 当然这个陈寗先生刚才您说到的 就好像所有的都指向了他会 这个封王可以带领阿根廷 但是这个我们说八字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 其实如果是有这样的八字可以来做一些参考 未来的话 这个中国足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特别是如果是在这个小的时候 选苗子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能够兼顾这个的话 说不定中国足球将来也能够赢得世界杯 所以下面我来请问这个陈寗先生 什么样的八字比较容易成为足球明星 能不能给我们来解密一下 是 所以通过这个分析 这个也很感谢这个节目 这没这个节目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专门的研究 那研究以后 哇我就突然一下就醒悟了 什么醒悟 因为古代人不喜欢 我们下一个看的这个表格叫羊论 你听到带刀 当然都不喜欢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古初说这个羊论是一个 是个煞心的不好的心嘛 可是对于运动员来讲 这个羊论是 这是古书说的煞无论不险 论无煞不威 就是威风 就是你有刀论才能够封疆 还有才能称王 所以说那这个我已经讲了 什么叫羊论呢 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天干 你哪个天干就代表你自己 劫财在你的地支中出现了 那个就叫羊论 因为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劫财在地支出现的代表叫 他的能量叫12掌声的能量 代表帝旺 就是你想想看 一个运动员 他的能量不达到帝旺 就是这个最顶级 他怎么能冲锋陷阵的 特别是足球 对吧 他的能量要达到最强大的时候 才能够跑嘛 对不对 才奔跑嘛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刚刚你看了 梅西就是假墓的 你看某出现在他的什么 在他的年柱 他就是帝旺 他代阳论 那我们现在来分析 这些足球明星可以 我们现在看C罗 C罗呢 C罗其实 他的阳论出现在 你看阳论 你看以墓 银就是假墓 也是他的劫财 他在帝旺出现在 他的月柱 月柱的能量更为强大 月柱的能量 飞房之强大 所以C罗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C罗 很帅 很帅气 但是C罗呢 就比这个 这个梅西差一点 知道什么 他八字中 没有三观 我刚说三观 不是智慧 就是天赋 所以C罗其实 是靠他的后天的努力 后天的不断的努力 所以说一个成功 不但要天赋 大运 还有他的后天的努力 还有他本身就具备这个命格 那C罗走的大运 也没有那么强大 所以我最近看走音 说23号 就是前天吧 这个曼联就解约了C罗了 也是一个大新闻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的运没有走好 所以C罗就在这场世界杯 没有发飞出来 那我们讲下一个明星 好 下一张明星 像一个思量叫瑞玛尔 这个也是未来的明星呀 未来明星 你看这么年轻 1992年 你看两个三观出现 所以他天赋一笔 天赋一笔 两个三观出来 我想三观就是足球明星 甚至男球明星 这必备之配置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帝王 你看他年轻之后又出现帝王了 嗯 厉害吗 所以将来的将来 他才是可以替代梅西的一个人 哦 了解了 这个绿马尔 这个是顶配了 这个就是绿马尔 好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叫做佩佩 嗯 佩佩 那佩佩的 佩佩的 也是以目哦 你看是不是在这个 呃他的月之 下面出现甲木叫银嘛 又叫劫财叫帝王 看帝王哦 你看就出现了这个能量 所以说啊 呃当 这个你的日元 就是你的日元的地资出现了劫财 就代表帝王的时候 你的就带了这把刀 叫羊楞的刀啊 所以对于运动员 所以说如果你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发现有这个命法 其实你可以去培养他啊 哦 培养 所以你看这个佩佩也是 属于这种叫做这个有这种命格的 也代表他也很努力 嗯 也很 他的踢球很凶狠 凶凶猛啊 嗯 啊 球风很凶狠的就是佩佩啊 这个 好 那我们这个呃 再讲下一个不是足球明星的一个人 呃 叫科比 嗯 科比 那为什么这个很惋惜啊 科比我非常的惋惜 因为他比较算是一年早逝的 嗯 对 但是科比是真的是天赋异禀 而且后天非常之努力的人 嗯 啊 我们来看他是丁火出身的 他的 你看是不是在黏住 所以啊 你的商官 也就是你的杨楞 尽量要出现在年跟月 为什么呢 嗯 如果出现在老年 你达到帝旺没有用 因为老年 你出现了帝旺的时候呢 或者呃 就代表着说不好了 代表 因为你你不属于道 你你很老的时候 你还感觉很精力旺盛的样的感觉 其实不符合一个道 哈 那但是呢 这个呃 这个这个 这个科比的这个 他的劫财就是帝旺 在他的下面 就是他的通过 根的下面的 在日枝下面啊 就出现了帝旺 而且他还有商官 看到了吗 他有商官 对 他年柱出现商官 那商官还 而且还通在下面的根 所以你看天赋御禀 以及他所代任都具备了 而且运业走得好 可是呢 36岁到45岁 他走甲子运 我刚刚说甲子啊 这个紫正好冲他的武 冲武 紫武是不是对冲 其实市政市场中最厉害的啊 最厉害的冲 就是南北对冲 南北 正西对冲 南北对冲 所以紫就冲这个武 这个武火 其实是丁火的跟了路绳 所以可以冲 他的这个 他的用神就被冲掉了 而且那年他飞机突然失事的那年 正好是根子年 也是冲泰税 把他给冲走了 所以很惋惜 对 很惋惜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呢 我们中国八字轮算到他 能够帮他 那年不要去 那个武啊 就是武就是马 就是交通工具出事 那他也不可能不做交通工具啊 所以说 那那就危险的交通工具 就不要去做了嘛 像VT这样的 你可以 那个一般的开车 你不会致死你嘛 不会的 所以 这就是命嘛 所以你看 中国的这个四柱八字学 我们刚刚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九星 在我们的地球的这个模型 时空模型 不管你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他都可以演算出来 对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时空之中 没错 确实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密码 我觉得是一个密码 但是最终是 谁能够去破解这个密码 然后了解他 可能对大家才有帮助 所以陈林先生也是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经常给大家带来一些 这个他的研究 然后他的一些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 从当中学到一些东西 那么下面我想 这个请陈林先生来 跟我们说说明年 因为这个兔年 马上就要来了 然后那么我们都说 这个迎新春接望运 就大家都希望开年的时候 都能够这个好 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在这里 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好的好的 是这样的 很多人呢 这个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这个 接望运啊 接气啊 实际上 我感觉也不只是说 在新年那段时间 就新年那个时间 接望运 如果你把所学的东西 在一年都能够运用 才是真正的接运 那我们再来聊 下一个 下一个月吧 我这样说吧 这个 现在不是刚刚 就过冬至吗 对 对 过了冬至 对对对对 冬至其实说实话 冬至我可以大家说 冬至跟夏至 这两个节点 在整个易经中 就是那个太极的 那个圆点 哦 两个圆 两点 没有太极 中间有个圆 为什么呢 冬至就代表着羊 阴 阴啊 已经到了极点了 阴 阴到了极点的时候 阳气就升起来了 就一阳就升起来了 所以在冬至的时候 是天上杀人的时候 哦 所以说 很可惜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冬至的前后 很多人扛不过去离开了 特别是现在的 在这种疫情爆发的期间 简直是很多很多的人要离开了 嗯 所以在冬至在吸气 所以你看冬至一吸气 阴阳就发生变化了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有一个诸葛亮 你知道吗 嗯 对吧 他们借东风 其实他不是算到了东风 他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快冬至了 冬至一旦到了 风向就发生变化 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了解到说 这个这个 所以叫夏至呢 夏至就是阳到极点的时候 很热的时候 就开始阴森了 所以我们对于奇门顿奖盘 冬至以后的就叫阳 就被所开出来的盘就叫阳盘 夏至以后所开出来的盘叫阴盘 它就是这两个节点 所以我们在冬至中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月份的这个日历 我们来看看一月份的日历 对 我们叫攻守日历 就是说 红的话我们都进攻他 好的日子 那凶的我们就尽量避免他 这也是啊 就像你告诉我 一定是很凶的那个时间点 我不去出去吧 我保守吧 对不对 是 那急的话我去进攻他嘛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有个这个 急凶的这个表格 大家可以记录下来 那我们在22号吧 是不是正式过年了 对 对 22号就是连于我们是大年初一了 对 21号就是这个大年30了 对不对 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是 那这个呢 如果你发现在这个月份的时候 你的运不好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你多接触红色 你穿红色 你可以喝什么红枣水 还有苟迪 因为你补火运 当你把火的能量补上去的时候呢 你的运就平衡了 你就运就平衡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攻守日 大家记住了 对你们很有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月份如何改运呢 很多方法 但是我们讲最简单的方法 好 对 方法我们下面有一个八字改运法 八字五星改运法 对 简单又明瞄 我们来看 这个奇怪 这马云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干啥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 好 那这个 其实这个五颜六色衣服 我们之前又讲过 这个衣服的颜色代表的五行 对 我们呢 那我们呢 这个这套的学问呢 是属于非常应用广泛的学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是属于冬至这段时间 是丑月 丑是很寒冷的月份 丑属土 所以呢 我们反过来看 看八字是自己为作为太极阴阳 可是呢 你要借用老天的能量的时候呢 你就要用老天的这种 这种这个energy了 这个什么意思 我去拿这个平台 老天叫平平台 我去拿代表我得得到他 老天各与我呢 代表老天给我机会 然后我去生出来 然后来生老天 代表我再生出智慧 然后老天来生你的时候 你跟 就代表你是讨饭的 你懂了吗 你就没有钱了 你再伸手为了要 就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你躺平了 就代表你跟老天一模一样的 是不好的 就代表你没 无所事事 所以说 站在老天的频道来讲 是符合因果的道理 好 那我们就来看呢 这个月份呢 我刚说了 你运用哪一种颜色 对你比较好 比方说你的衣服啊 裤子啊 什么都用这个颜色 来帮你改用 在这个月份 我们这里有一个图 有这个图 下面有一个图 就是木图 对 这个图呢 就是说 水就是黑色的排第一位 木呢 排第二位 火排第三位 你用可以应用这三种颜色 来帮自己 小品包说啊 这里有打一个圆圈 代表财运 我想提高我的财运 嗯 在这个月份 我明显的运气不好 我提高起来 就用绿色 因为木刻图啊 你去能掌控老天的这个时机 就代表你能拿到这个钱财 嗯 所以你可以多穿一点绿色的东西 甚至你可以喝绿茶 你用绿色的东西 来帮助自己提升你的这个财运 对啊 这就是我们有写啊 这里有写 比方说你穿水的衣服啊 你的事业运就比较好 因为老天给你课 你就给你机会嘛 老板给你机会 当然就有你 你就有这个隐秘的管道了嘛 对 对啊 你穿绿色衣服 就代表你有财运的管道 对吧 你穿一些火的 代表你有智慧的管道啊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看这个图啊 运用这三个颜色 那我们的细节啊 下面有一个细节 我来跟大家聊下一个细节的一张图啊 这个图 那我们不要用什么颜色呢 白色 你白色 因为土生精 你代表说你是像轰烈是一样的 为老天伸手要钱的 为人家要的 那就代表你负面的消极了 代表还有一个就是土的颜色 土的颜色 就是灰色的颜色 或者黄色颜色 就是说你身上绝对不要超过 百分之十到二十以上的灰色跟土的颜色 这个对你的运不好 就是一个 那我们怎么来 我们来谈这个如何增加财运吧 这样简单一点啊 好 这样我们这个有几个九个步骤 我大概稍微说一下 第一个步骤非常厉害 而且我也试过 我的学生都试过 就是把你的微信头像 因为微信 大家不是用微信 我看啊 几乎大家用微信的 比所有的APP都要走 对 是的 对 那你把你的微信头像的背景图案了 换成绿色的图案 就是你如果有着头像的话 你的背景换成绿色的背景 你的财运会突然提高 嗯 这是第一个 对 有用 非常有用 第二个呢 你穿一些绿色的衣服 绿色的衣服 还有呢 我们在 我有一个频道叫成林说风雪 大家可以关注 因为我放了金木水火土的音乐 你可以听这种 这个Element 这个Woot音乐 就是我们讲木的五行的音乐 会增加你的好运 增加这个木的运气 还有包括你的床头啊 或你的face朝东方都可以 还有你要说 如果我要提供运气 我的椅背啊 我的椅背 如果你的椅背是转动的嘛 我的椅背可以朝东方 就背朝东方 就是我靠在东方 也能得到这个你的财运了 财运 还有一个是说 有的人是做这个做生意 在中国做生意是阿威马嘛 我有阿威马 他可以随便放的嘛 他可以把阿威马放在东边 人家在扫码 像他的东边的气 他能拿到这个财运的气嘛 嗯 了解吧 或者我们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 比方说这个菠菜啊 绿叶蔬菜 反正是绿色的食物 对 蔬叶蔬菜 对 或者你在吃的时候呢 在晚上没有垫一个绿色的垫子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啊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库 因为这个这个月的库是丑库 丑是在哪里 在东北方向 你可以放一个聚宝盆 放一点这个水晶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钱币啊 放在这个什么位置呢 放在东北方 啊 黄水晶球啊 这个聚宝盆 也能吹望你的财库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九个帮助你开运的方法 因为新年你就已经觉得好运了 那你就好的兆头嘛 那整个一年你就会越来越好 啊 了解了 哎 所以这是这个这个月啊 七个步骤 大家可以这个截图留存 然后呢 这个都来试一下 说不定真的是可以的啊 这个刚才陈林先生 有说他他和他的学生都试过 是可以 真的是有效的 好 那么呃 其实这个还是要问一下 陈林先生关于这个 这个奇门啊 这个当中啊 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妙招 也是在新年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带来好运的 呃 有的有的 我彻底加了这个节目里面去啊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呃 中国现在大家都在说为的躺平 就是大家要得阳 现在是每一个城市在竞赛 我我早上的时候 谁谁先阳 对 对 不是早上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个截图啊 是学生发来的 看了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原因是什么呢 每一个政府现在区域都在说 谁阳的多 谁就是优秀城市 对啊 对啊 就是这个 呃 这个就是 呃 不好 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不说了 在冬至这个节点 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冬至这个节点 是老天在杀人的时候 嗯 因为他吸气 所以呢 一阳生 你的阳没有保护好 因为很多人老人家 他的阳气很弱 你知道了吗 所以在病在侵略的时候呢 一刹那之间羊就不见了 就人就走了 所以这个呃 当然这个我就不聊太多 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 我有个呃给大家一个方法 嗯 一定是很有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听那个报道是对不对 当时武汉这个爆发这个Covid的时候呢 没有药的时候 那些医生都在念 我们既然念的是我们奇门顿甲的九字真言 哦啊 真的吗 来看一下 对啊 念完以后既然是保护他们了 嗯 就是这个叫临兵斗哲 接证劣在前 嗯 就是奇门顿甲 其实是葛红嘛 然后又传到日本东历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 怎么来保护自己呢 这个临兵斗哲叫四重五横 很厉害 那就是用剑子啊 这个剑子啊 剑子呢 按照这个方向 临兵斗哲接证劣在前 这样画 怎么画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对着你的口罩 你的把你的口罩拿了 然后对着这个口罩写 临兵斗哲接证劣在前 你可以写几遍 然后中间写一个什么是 副保护的副 然后打一个圆圈 然后哼 然后你戴着口罩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因为这样的话呢 病毒不容易侵略 因为你有这种意念 那个能量加持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没有口罩 怎么办 出去 有的人嘛 要参加 现在人很多人要参加商礼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他的五行之中 就是他的 就是生肖里面 没有犯到了上门的心怎么办呢 他要去参加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些方法 就是探病啊 伤势怎么办呢 我们用用左手 也是把左手用剑子哦 在这个手的掌心中写 林兵斗子 接阵列在前 也写几遍 然后呢 中间写一个保护的副字 然后转一圈 然后呢 放到嘴巴上面 写嘴巴 出去 然后呢 就可以去 这样有一个保护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保护 我希望这个 对大家有用处 因为现在是 虽然你得痒 有可能你再次橄榄痒 对 会复痒 复痒 好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们在呢 时间原因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秦门顿甲 在新年中的一些 方法 这下面有张图 就是因为 明年叫鬼某年嘛 鬼某 这个鬼叫黑兔年 所以很不喜欢 叫黑兔 这个鬼是属在 是属水嘛 就是黑色 所以那个鬼某年呢 在秦门中 顿甲来 我们要看这个鬼 在这个秦门中 哪个宫位是代表 四汉 我们讲四汉就是四人帮了 就是他如果犯到的话 你就会产生问题了 这个某就在东方 某就在东方 我们就看东方有个物极形的 物就是钱财呀 所以我为什么判断说 明年的经济大钱都有问题的 因为你看东方的物极形的 那反过来看 如果你家的东边墙壁有破损 你一定钱财有问题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如果在你的东边 你这里有张图可以直接图下 有很多的杂物 比如说古董 旧物 什么锅 这个锅碗瓢盆 都是旧的东西在里面 你一定会 激情 也就是你的财务会出问题 所以 秦门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拆 就是把这些 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给把它给拆掉 这就是最上升的风水 就是整你家里 其实是最好的风水 它是第一个 在东边一定要整干净来 看看有没有破损 有没有时候漏水 如果漏水一大堆的 你一定破财 好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鬼了 那鬼呢 就是在哪里出现 一个是在哪里 东南方 一个在西南方 应该有个鬼 那东南方如果鬼代表 鬼代表不干净的水 所以说 如果你家的东南方 跟西南方向出现的厕所 也容易产生不好的现象 那这怎么办呢 厕所没法改 对没改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第一 你首先是要 这张有张图 你把东南跟西南方向的东西 稍微清理一下 稍微清干净它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呢 我们怎么来化解它了 化解它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下面有一张图了 下面有一张图 对 把这张图呢 记住了 上面呢 当然呢 这个里面有谈到的说 再放一只牛可以字化 这个牛可以字化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看它每个方位都有一个叫文字 文字其实就是符号 就是人量 文字就 那中国古代是符嘛 但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要稍符 你把这个文字贴过去 也产生人量 我先举个例子好了 东边的人呢 如果你有这个你想要避免化掉这个杀 你可以写把这个写一个红纸 用红纸写 以丁丑成丑 写好来贴在这个东边 就代表说我这个文字产生一种力量 不要挡住这种力量 所以我们讲说 对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不要说在西南方向厕所了 那你可以用一个红色的纸 写一个 以丁深丑 贴在西南角 写在你的厕所那里 还有一个 如果是东南出现的话 你就写以丁物序 然后写一个天赋心 贴在那里就可以了 了解了 所以大家记得把这个截图下来 然后根据自己的方位 然后来化解 刚才陈林先生所说到的 如果是你在这些方位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像刚才上一张图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是要清理 如果是要清理不掉的 像这些厕所什么之类的 你就要贴这个符 来可以测试一下 好 那么还是新年来临 最后还是要请陈林先生 来跟大家祝福一下 你觉得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好的 我最后有一个祝福 就是有一句话 现在比较流行的话 就是罗曼龙兰说过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 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罗厚怀依然热爱他 这个什么叫真相了 我这样说好吧 所以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英雄 我们就明白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 这个世界是苦难的 就是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都是苦难的 所以依然呢 当你了解了这个真相的时候 你还依然的用心的去爱这个世界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国家 然后乐爱这个世界 而且还且尽力去你的所能为这个世界而去奋斗 这就是英雄 什么叫英雄 而不是抱怨的英雄 所以人们呢 总是把幸福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要有房子 我要有车子 我要有钱 我要有权 实际上他不知道呢 真正的幸福 其实就是无忧无虑 无病无灾 对吧 你的有啊 是给别人看的 你的无才是你真正 真正是你自己的 对 是的 所以呢 祝福大家呢 在新年你的 这个吉祥安康 然后的裁员广进 哎 是的 谢谢 谢谢陈林先生 这个当然 我觉得从陈林先生 跟我们一直做的节目当中 陈林先生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其实我们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些 这个本身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密码 和一些关键的东西 所以呢 希望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也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 如果是您觉得这个 希望去做的话 你不妨去做一下 然后呢 做一下之后 说不定就真正的是有效果的 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林先生 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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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见 相信见 是的 我们在每个周六的每夕时间 早上十点半 都会有这个陈林先生和大家 说风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大家有什么帮助的话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来添加 陈林先生的微信号 然后呢 刚才陈林先生说话的时候 都会有他的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描 然后呢 直接来询问陈林先生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次祝愿大家 这个圣诞节快乐 也谢谢陈林先生的这个辛苦 那么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见 下期见 圣诞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